近日一场防空演练在基地展开 从制定训练计划到现场组织实施 全部由基层连队自主完成 机关现场导调监察 复盘讲评 这种机关同揽不包揽 基层自主训的模式 立起了各级暗钢抓舰的鲜明导向 如今各级职责清晰明确 机关依法帮舰 基层暗钢自舰 我们能放开手脚 摔打磨练部队 自主建设能力得到增强 部队组训效能进一步提高 作为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 及部体保障基地在组建之初 面对没有经验可循 没有先例借鉴的实际 从制度规范入手 相继出台70多项规章制度 60多项标准作业程序 使部队指挥链 建设链 保障链保持顺畅 在基地生活服务中心 可以看见一排排装满生活物资的集装箱 这些物资不仅能满足基地官兵自身需求 还能为执行护航 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部队提供保障 基地探索自我保障与支援保障 国内保障与当地保障 军队保障与社会化保障相结合的方式 以初步具备了物资筹措 有水电供给 医疗救治防疫能力 执行任务有了较为可靠的保障支撑 基地地处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 热带荒漠特征明显 每年4月至10月高温近50摄氏度 官兵们依托驻地复杂天候和恶劣环境 开展徒步拉链和装甲装备野外训练 在海外执行任务 首先要适应海外环境 我们利用荒漠地区 高温 季风 沙尘 能监度极差的恶劣环境 全方位检验训法 人员耐受力和装备极限性能 提升部队遂行任务能力 驻扎海外远离祖国 基地官兵一言一行 代表人民军队的形象 他们坚持学习国际法和驻地法律法规 开拓视野 增长见识 确保外出执行任务 更加得心应手 前不久 基地与西班牙海军 开展联合医疗演练 两群官兵配合默契 圆满完成救援任务 我们基局与各方交流合作 开展联合反恐和反海道演练 联合医疗救助演练 主办多国军事技能交流竞赛 实现了互舰 震惊了互信 提升了能力水平 近年来 基地还积极稳妥 为驻地开展公益助学 医疗服务 抢险救灾等活动 今年1月 驻吉布提保证基地的10名医务人员 被授予独立日勋章 该勋章是吉布提授予本国公民 和国际友人的最高荣誉 感谢您的讨论 感谢观看